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小孩和大人玩得多么的开心 这个细水区在暑假期间 每天上午10点到4点40分 11点到11点40分 以及下午3点到6点 细水区都会喷水 搭配一旁供容式的沙坑 让民众来这里可以免费玩沙文玩水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尤其是对小朋友 就是充分的跑步 然后利用这个环境 让它去放松 这边还蛮安全的 然后水量啊水温什么都刚刚好 我觉得蛮不错 自来水园区 包括水墙庭园 自来水博物馆 以及小观音山步道 其中水墙庭园 设置检疫前的滑水道 水时深度紧20到50公分 相当受小孩子的喜欢 不过要来这里游玩 得购买一票 全票80元 优待票40元 这个园区 约有6.6公顷 面积大小 约6桌足球场 内部包括仓库 和早年制烟工厂等室内空间 都有办许多展览 园区内 也有生态池 也有很多老树 是绝佳成凉的地方 在阳明山上的花卉试验中心 夏天相对两手 园区种植的不同季节 不同开花期的花卉 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点 免费开换给民众使用 是赏花兼避暑的好地方 澳湖公园 每星期六和星期天 会举办农民市集 算是半路天的空间 旁边有草地 许多家长会带小孩来这里演餐 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3点半 还有应用会可以欣赏 不过想来这里避暑的民众 得留意这个地方 每逢假日 会吸引至少2万人次入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